我说你下次加班能不能提前打个电话呀 哎呦 你这鞋 你不能放到鞋柜你吗 你看这衣服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放在装子上 你就是不听 听 天天在公司里听领导的 回来还在听你的 就这么点小事天天说天天说 有意思吗 你去哪 你给我回来 哟 怎么了老年啊 愁眉苦脸呢 嘿 你这不知道我老婆那嘴啊 特别睡 一点小时就没完没了 脱鞋没有放好 她就上升到生活态度不够严谨 我累了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就说你不思上进 加班回去晚了 她就说你不顾家 顺便还举了几个别人老公的例子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那你这是后悔了 后悔 其实吧 她虽然爱唠叨了点 脾气差了点 但不管我多晚回去 她都替我绕好饭菜 第二天一睁眼 就能看见她为我准备好的衣服 想想想想想想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